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闲聊天的节目 今天咱们接着聊乾隆朝的这场大战 金川之战 之前咱们讲了 乾隆选了张广四作为金川之战的统帅 可是呢 这张广四打的不怎么样 连吃败仗 于是呢 乾隆派了兵部尚书班帝作为钦差 去看看前线的真实情况 很快这班帝的奏报回来了 班帝说 这大金川啊 这个地方不大 长不过二三百里 宽呢也不过数十里 所以这里人口也不算多 按照之前张广四的描述 说这儿啊 最多有那么八九千人 经过陈跟他们一同打 现在只剩下四五千人了 那咱们清军这边有多少人了呢 原来军营里边已经有的汉土官兵 有汉军也有当地的这些土兵 从各个土司那儿征集过来的 再加上您新调的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四省的兵丁 加在一块已经有五万人了 这边五万人 那边四千多人 这是十倍于敌军呢 那怎么还打不下去呢 这班帝说啊 说去年咱们刚进兵的时候 我师颇锐我们士气正胜 那时候打得很好 连战连结 各番畏惧降富甚多 很多人都投降了 可是呢 慢慢时间长了 我军越来越懈怠 尤其是 咱业余历史前一集讲的那个啊 张兴陈礼两部 是全军覆没 这个对士气打击太大了 导致现在 臣看这些人呢 啊 降变怯懦冰心涣 尤其是那帮土兵 打起来这帮人在旁边看热闹 都不往前冲了 那张广四在干啥呢 张广四是个急性子 渴望着立功 可是呢你说这仗打成这样 所以这张广四一家愤懑 这个人呢 成年人的崩溃呀 他就在一瞬间 这张广四崩溃的形式是什么呢 就是情绪失控了 每天啊这声仗就把这将官呢 挨个骂一遍 将合营将变一概慢骂逼拨 骂的话有多难听呢 智不能堪 哎 陈呢就不跟您描述了啊 描述完了 您看这生气也不能播 那这该怎么办呢 陈有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啊 陈觉得呀 增兵不如选将 咱现在这兵啊 那都是敌人的十倍了 咱不缺兵了 缺的是什么呢 缺的是有本领的大将 之前您叛了好多什么参将副将那些人来 那些人属于中级军官 咱们缺的是有本领的高级将领 那选谁合适呢 陈给您推荐一位 陈是兵不上书 知道这个 选谁呢 岳中齐 这听过咱们上一个系列 就雍正王朝的 大伙应该对岳中齐非常熟悉了 岳中齐年纪轻轻 就当了年庚瑶的副手 在西北立下了赫赫战功 然后呢 后来又帮着雍正 扳倒了年庚瑶 再到后来雍正那个 增进大案里边 哎 这岳中齐也是主要人物之一 现在呢 岳中齐已经被罢官了 父贤在家 班帝呀 就推荐他 说这岳中齐啊 岳中齐他爹 就当过四川省的梯都 岳中齐自己也当过四川梯都 他对这四川的情况 什么吐司这非常熟悉 而且呢 当地的吐司就打金川沙洛奔他们 对岳中齐也是非常的佩服 再加上这边咱们这边清军这好多汉军的官兵 那都是曾经岳中齐的旧部啊 所以岳中齐来老领导回来了 哎 老领导三个字在咱的中原文化里那还了得 他来一定能够振奋士气 而且啊 这岳中齐现在人就在成都 岳中齐今年是63岁了 岁数是不年轻了 但是呢 依然是精力强健 前线同兵一定没问题 臣呢 就有一个担心 但不知张广四与彼何否 说二人不和 孔佑于事无异 就不知道这张广四跟岳中齐俩人能不能触到一块去 这俩人要不和 那麻烦了 这班地的这个担心呀 哪是非常有必要 这岳中齐跟张广四两个人还真是有恩怨 其实说恩怨也不准确啊 因为没有恩 全是怨 早在雍正十一年的时候 那时候张广四还是岳中齐手下的一员副将 后来呢 张广四主动上书 弹劾岳中齐一物军机 最终导致岳中齐被罢官 这不现在还父先在家吗 你说这俩人那能处得好吗 乾隆呢 对这事多多少少听说过一些 所以呢 主动下旨 问张广四的意见 朕准备重新启用岳中齐 你觉得如何 张广四 张广四 给皇上这么回复 说岳中齐呀 是将门之子 他祖先那是岳飞呀 哎 他父亲也了不起 可是呢 那将门之子就一定会打仗吗 这岳中齐啊 就是个顽固子弟啊 这个人刚愎自用 有错也不承认 闻贼警 则盲无所措 敌人要搞个突然袭击啊 那都得把他吓得吓尿了 哎 皇上您知道啊 这金川兵最擅长突然袭击了 咱都被袭击好多次了 所以陈总结着岳中齐啊 就八个字 色力内人 言大才输 哎 这按照张广四这描述 这岳中齐整个就是一废物 但是呢 后边张广四话锋一转 说这岳中齐啊 久再荣耗 在战场上禁营了这么多年 那还是 颇有见解的 你要让岳中齐当个大将军 陈觉得他难以胜任 但是做个提振 那还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钱龙一看 你这是精神分裂吧 你这写的怎么前后矛盾呢 这到底什么意思呢 后来 钱龙想明白了 这个张广四啊 跟岳中齐有矛盾 所以他当然 不想启用岳中齐了 可是呢 自己确实也没办法 这战事推进不下去 还是希望岳中齐啊 能过来起些作用 怎么办呢 张广四就说 哎 他当大将军不行 你不能抢我的伙 但是在我手下 当原将官 立了功 我还有领导责任 这多好啊 于是呢 钱龙下旨 让岳中齐赶赴军营 你去哪呢 钱赴党霸 军营统领 这张广四啊 你还是坐镇中军 你是统帅 岳中齐呢 你到前线 你当前线的统领 你俩呢 别抬头不见低头见老在一块 哪容易产生矛盾 这么着把你俩分开就行了 于是呢 在乾隆十三年的四月二十一日 岳中齐到达了军阳 岳中齐到了没几天 马上就给钱龙写报告 说陈一看啊 陈呢 心情也很沉重啊 咱这部队啊 问题严重 毫无士气 怎么呢 陈就给您举两个例子 一个 去年的 去年8月24日晚上四惊天 四惊天这不能叫晚上 这是凌晨 凌晨一点到三点之间 这金川兵啊 有贼人 二三十个人 然后呢 他们假装 扮成这格不实咱的土兵 咱这不是好多土兵吗 他们长得差不多 他假扮成那些土兵 混到了我们军营里 你想凌晨吗 我们的将士们都睡着觉了 然后呢 照着这个将官是守备 王良璧和外围马如林 这两个呢 管的也松 所以呢 没人发现他们 他们混进来以后 突然发难 是杀伤病定 抢夺炮位 那就打吧 打起来之后 结果怎么样呢 这守备王良璧 被打伤了 赢 丢了 炮也被人 抢走了 就这么个结果 前龙看了这个气的 就在月中 写这个奏折旁边 写披著 说 利盈景业 炎耕骨肾寻防 乃军阀所罪要 你扎了营 晚上 布好哨兵 做好防守 不要被敌人偷袭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这都做不好 那贼人都入了营了 你们还在这 憨睡不觉 就算是这样 人动手了 打起来了 这贼人才二三十人 最后 导致我们 伤兵失泄 营卡不守 这个军纪呀 这看来这简直就是没有军纪 视打仗为儿戏 然后呢 月中期接着说 再跟您说一事 这打敌人这不打他的碉楼 打他的寨子吗 哎 美工一碉一寨 大的战斗 我们这边就要增加商人 不下数百名 小的战斗呢 也不下百数十名 就是也有一百多元 伤兵 这伤兵里边 现在越积越多 又占了多少呢 每百名中 竟有数十 100个士兵里边 有那个几十个人 都是伤兵 这其中甚至有些 身上带着四五处伤的 这些伤兵是什么人 这些伤兵都是奋勇向前之人 你那打仗你老往后缩着 你肯定受不了伤 尤其是那些伤了四五处的人 那这些人肯定是先受伤 然后呢 轻伤不下火线又冲上去了 再被打伤又冲上去了 这才变成了有这么多伤口 那这些人应该怎么办 这是我们的勇士 应该体恤 应该把赶紧把人换下来给人治伤吧 结果没有 这些人还留在前线里面 然后呢 你想 我们前线这么多伤兵 那他得吃粮食吧 吃了粮食呢 他又不能作战 我们从成都往着雪山深处运粮多不容易 这粮食全都被这些伤兵给消耗了 那还能打胜仗吗 那可不就胜了跑了吗 敌人一来 不光别人跑 还得弄俩人揪着他 抬着担架跑 这还能打赢吗 哎呀 这讲到这儿啊 咱得分析分析 你说这个张广四 他也是很有经验的将官 怎么这仗就打成这样了呢 有两个原因 头一个 敌人的确实厉害 金川兵啊 确实是很勇猛 到了晚清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四川叙州的知府 叫谢兴瑶 这位呢就形容过金川兵作战的情况 这个晚清那时候啊 这金川兵早就已经投靠了大清 是帮着大清去打仗 但是这个作战的风格跟咱们讲的这时候 这是一样的 这个谢兴瑶描述啊 这帮金川兵啊 有长于山战 最擅长的就是山地战 他们生长在苦寒之地 对这冰天雪地太熟悉了 最耐霜雪 在这雪山里打仗 人家最擅长了 唯卫内地胜属 最怕的呢就是酷暑怕热 你把他放到海南岛去打仗 那那那不合适 这些人打仗的时候 头上戴着虎皮帽 脚穿着牛皮靴 胸前挂一个小葬佛 然后呢背上啊 背着火枪 腰刀 弹药 粮食 总共加起来得有个二三十斤 背着这么长的东西 登山越岭如履平地 而且呢这帮人拿的枪都是特制 比咱们轻盈发的这个盈枪呀 重 而且更坚固 打得射程也远 而且这帮人 枪法都还不错 但无虚发 你看咱们打仗 你得做战前动员 号声打仗 这号召大家要勇敢 别害怕 不能退缩 这帮人你根本不用动员 特别好斗 每次行军打仗是必争先锋 以落后为耻 比如说你这部队里边 如果你这 大金川小金川的人都有 哎 你一定要留意 打仗时候让他们两边 轮流做先锋 你要老让一边做先锋 你看吧 那边肯定得闹事 然后呢 每次到了一个地方 安营炸战 那大伙行军打仗都很辛苦啊 就休息吧 这帮人不休息 干嘛呢 练习骑射 练习这个打枪射击 拿什么呢 白天呀 打一个小石子 当靶子 晚上呢 点一个箱头 他的箱头当靶子 你就知道这帮人的枪法有多准 然后呢 哪什么时候 一听说呀 敌人来了 这帮人跟打了鸡血一样 奋闭前驱 十数人 折辟一千人 这帮人呢 冲上去 他也不问问 说敌人有多少人 咱那边有多少人 该打还是该撤 他不想那个 就几十个人 都敢顶着上千人往前冲 所以说 这金川兵是很厉害的 再有还有一什么原因呢 这金川那边 他们的地理优势 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张广司的奏报里面 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说陈到了金川之后 一看了 这个地方啊 所见尺寸街山 陡峻无比 这处处都是崇山峻岭 冰天雪地 而且呢 凡是那个地理位置 闲要的爱口 敌人都设有碉楼 这碉楼啊 石头砌的 砌的这么一个石头城堡 中间呢 有一个最高的 壮如浮屠 像个宝塔一样 这要么呢 就有高八九丈 要么高十余丈 那最高的 有十五六丈的 这个碉楼呢 四周都挖有小孔 你在那是 撂望也行 拿枪射击也可以 尤其是那个地形 最闲要的地方 建一个 特别大的碉楼 又高大 又坚固 这个叫 战碉 咱们光说呀 不形象 给大伙看看照片 这就是今天 很多地方都有这个 碉楼的遗址 大伙如果哪天 去川西 去旅游 你就去网上搜 你的路线上 很多地方都能看到 这个碉楼的遗址 那张旺四怎么对付这碉楼呢 其实也想了很多招数 一开始说 咱们拿着这个 破枪锤 反正各种重物吧 冲上去 把这个碉楼根啊 给他砸个洞 然后往里边扔炸药 把这个碉楼给他炸毁 可是呢 这碉楼太坚固了 你说砸毁就砸毁 砸不了洞 还死不少人 后来呢 张旺四想一招 咱们 抱着这个柴火 冲到碉楼底下 然后呢 摆一圈柴火 把柴火点燃 把这个碉楼里的敌人呢 都活活烤死 这个招数是 是想的挺好 可是第一步 抱着柴火 冲到碉楼底下 你这冲的过程中 就让人家打死不少啊 这谁还敢往前冲呢 尤其是呢 慢慢金泉民有防备了 围着这碉楼啊 建一圈围墙 你要过来 你先翻墙 翻墙的过程中 就给人成了火把子 于是呢 张旺四又想了一招 你不是不敢冲吗 咱不往前冲了 咱们挖地道 哎 离着老远挖地道 一直挖挖挖挖 挖到这个碉楼底下 然后埋上炸药 引爆 把这碉楼给他炸毁 咱们的老听众了 可能还有印象 咱们很久以前讲那个太平天国系列 哎 那时候就讲太平军就最擅长干这个 可是呢 这个这是个技术活 技术门槛很高 你要没弄过专业的训练 你还真搞不了 你离老远 你不能离近吧 离近了还在人射程范围内 保持这个安全距离离老远 你开始挖沟 看着是挺准 往那边挖 真到了地下呀 挖着挖着就拐弯了 哎 这清军那边啊 挖挖挖 觉得差不多了 一听 都听着上边说话了 这应该就是这 一引爆 炸了 得 往左 偏了二三十米 炸不着 然后呢 再挖吧 再挖 往那边一炸 又又往右偏了 挖了没两次 人家敌人就察觉了 察觉以后怎么办呢 也有办法 围着这个碉楼啊 挖战壕 深深的壕沟 挖出来 行了 你再来地道吧 你往这边挖 不管哪个方向 挖着挖着 呀 跟我这战壕接上了 露出来了 所以呢 这招也不行了 最后啊 张国思总结 说这攻打这碉楼啊 有种种方法 但是呢 也都有克制的办法 所以这些方法 可一用而不可再施 你使一回两回行 使时间长了 人家就有办法了 而且呢 咱们去年 打战队之战的时候 战队也有碉楼啊 这些招数都用过了 人家都清楚 早都有防备 所以呀 臣实在是没招了 我们想象一下 这乾隆皇帝 坐在这千金宫里 一个人看着这个各种各样的战暴 苦思冥想 你说这金川之战 他怎么就打成这样了呢 那还打不打呢 不打 难道我跟沙洛奔议和吗 说朕呢 这回就是问候一下你啊 朕准备撤兵了 以后呢 你也别招朕 朕也不招你 行不行啊 这不是朕的性格啊 千龙要派谁呢 咱们下回 接着说 这边怎么会打的呢 这边是什么事